嘿 如果你愿意的话 我可以每天买你最爱的卤肉饭 加半熟蛋给你吃 啊 等等 抱歉抱歉 我传错人了 等等先别走 我觉得我们可以谈谈 我们分手吧 我真的受不了了 每次跟你讲话你都没再认真听 先别说这个 你不见得AirPods我帮你找到了 真假 在哪找到的 我一个住北极的朋友找到的 从哪一刻开始你觉得你的伴侣 是你命中注定的另一半 有一次我男友在我去卖场闲逛 逛了一圈吃完了饭 就叫了辆车回家了 快到家的时候我突然瞪大眼 看着我男友说 我们有东西忘在卖场了 我男友也突然反应过来说 阿干 司机大哥可以麻烦 在我们回去刚刚的卖场吗 司机问是什么东西忘了拿 我和男友一口同声说 车子 六七后面是什么 六八 六八后面呢 六九 那六九之后呢 漱口